所以他很不快樂 因為他自己也覺得他是一個很賤的人 可是呢 什麼叫做賤可以把他用在對的地方 如果你把賤用在 你遇到很爛的廠商 他老是拖延你的 你的拖延要交付給你的東西 會去影響到你 你這時候該不該把賤拿出來對付他 所以遇到一些壞人 你就要拿賤來對付他不是嗎 所以賤你把他用對地方 他就是禮物 所以所有的特質裡面 沒有所謂的好的 也沒有所謂的壞的 你好的用錯地方也會變成壞的 像很多人都說愛 我的愛很大 可是如果你把愛用到太多 變成膩愛 變成爛愛 那這個愛就變成不好的 像很多小孩 不是就是被溺愛出來的嗎 就是太多太多的愛 所以好的東西也不見得 在對的地方就會是好的 在錯的地方好的東西也不是變成好的 白痴 我們在罵人的時候 最喜歡罵人家白痴 你在罵別人白痴的同時 其實也在罵自己 因為呢 你看得到他身上有白痴 代表你身上裡面也有白痴 所以才看得到白痴 就像以自私來說好了 我們有時候會罵一個人很自私 欸你怎麼那麼自私啊 那個人真的是很糟糕 很自私自利的一個人 你看到他身上有自私 代表你的身上也有同樣分量的自私 否則你不會看到他身上有自私 舉例來說 你覺得小孩會說你很 呃一個小小孩三歲的小孩 他看得到那個人身上有自私嗎 因為他不懂什麼叫自私啊 他不懂啊 所以他就看不到 因為我們有 所以我們才看得到 所以有時候 其實我看完這本書 我覺得這本書給我很多很多的禮物 他給我的禮物是 因為我們人都有七情六欲 有時候呢 看到對方可能他做了一些事情 讓你非常的不高興 然後你就會開始批評 這個是我們每個人都一定會做的事情 可是有時候我講出來批評的話 我就會想起這本書裡面的內容 我所說出來所有批評的話 其實都是因為我也有 所以我說了出這一些批評的話 所以我會反觀我自己 我剛才說他的什麼什麼什麼 我自己是不是也有 我這個在哪裡可以看得到 會反觀你自己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在跟別人講的話 其實也是在講給自己聽 因為你需要聽 所以你會講給別人聽 講給別人聽 就是講給自己聽 所以如果你講給別人聽的 總是負面的 總是負面的 是批評的 那 那其實你看待自己的 也是有很多很多的負面跟不滿意 這都是相對的 因為世界就是一個鏡子 它就是在反觀你自己 所以所有你在看別人的 其實全部都在看你自己 都會反射到你的身上 所以當我開始有一個這樣子的觀點的時候 我遇到不管是多麼生氣的時候 我會馬上問我自己 我是不是也這樣子 我在什麼時候也會這個樣子 當我反觀自己的時候 我就發現我沒有那麼氣對方了 像裡面有提到 我們有時候坐火車 會看到火車上 那個小孩子在那邊哭鬧 有沒有 然後呢你就會看到 那爸媽在罵小孩 有沒有有的爸媽 罵小孩是罵很兇的 你在旁邊探圍觀止 天哪 他怎麼把他的小孩罵成這個樣子 有沒有 好 你今天覺得 天哪 他怎麼這樣 你反觀你自己 天哪 我是不是有時候也會這樣 你說不會啊 不可能 我絕對不可能 對我的小孩這樣 那我問你 如果今天你的小孩 把一杯咖啡 倒在你的白褲子上面 請問你會不會破口大罵 那個時候 你不是就會破口大罵了嗎 所以呢 我們在說別人 就是在說自己 所以 當你有這樣的想法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所有的生氣 一點都不值得生氣 因為你也會啊 所以很多時候 當我們想要評論別人的時候 我們沒有穿他的鞋 我們不知道他走過的路 或許你只是看到他的一小小部分而已 這不是代表他 這不是全部的他 你沒有穿過他的鞋 你不會知道他所有的故事 所以我們不要去評論別人 這個也是我的學習跟禮物 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還有某人想要 有什麼樣的想法要分享的 有沒有 沒有 好 那今天呢 我的課程呢 到這個地方 那接下來呢 就是我要把時間呢 交給大家 交給大家 你覺得你今天來這邊 這樣全部下來 有沒有什麼樣的收穫 有沒有 贏贏 往前面那一排 連向這邊 喔好 來 前面的往後 後面的往前 下 這段要錄嗎 謝謝 謝謝